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2024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透露 中国加快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各省分已陆续出台实施方案和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 全国共有40万个养老机构和设施 提供820.6万张床位 此外通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建设了23.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并且已改造了148.28万户困难老年人的是老华家庭 这一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将更好地保障老年人幸福晚年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